好 接下来我们看SUM SUM这个词根也有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叫Total 叫完全的 第二个叫Take Up 叫占距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Total的时候有哪些单词 当代表Total叫Super的时候 有这样几个呢 比如SUM叫总和 比如说SUMMARY叫摘要 对吧 SUMM叫合计 SUMM叫Total SUMM叫在顶部传送的顶点 SUMM叫号召 是吧 包括咱们可以看到SUMM Cloud叫享有最高荣誉 这个词它其实是个拉丁文 在每个学校毕业典礼上的话 一般都有一个SUMM Cloud叫最高荣誉的毕业生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什么呀 优秀毕业生叫SUMM Cloud 好接下来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Super with LOD 它的英文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当它表是Take Up叫占据的时候 都有哪些词呢 第一个叫Exempt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Ex是一个Out Em呢实际上是前面那个X的尾音是S就SUMM 就是不再占据了 所以Exempt叫免除 而Sumptuous是全都站着 它叫奢侈的 下面单词叫Sumptuary 叫禁止奢侈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词它虽然长得很像 但是一对反应词 第一个叫奢侈的 第二个叫禁止奢侈的 大家一定要记好 Sumptuary 去承担责任 下面单词Assumption 叫假定 或者假设 名词就好了 下面 Consume Sum叫Take Up 大家一块去占据 所以叫消费 包括Consumer 消费者 下面单词叫Resume 叫恢复占用 或者是要重新占用 是吧 Sum叫什么呀 Take Up 好 Presume 它叫假定 Sum叫Take Up 在前面就 Take Up占据了 所以Presume 叫假定 所以Presumption 假定的名字 接下来我们看 这样一个词根 TAG TACT TING TIG 它叫Tangent 切个叫Touch 叫Modis 所以Texture 就有触觉 Taxility 叫触感 那么TSH 是因为它本身表示的意思 叫做接触 所以Attach 年连 Attach 年连的Attachment 叫附件 Contact TACT 叫接触 所以Contact 大家一块接触 叫什么 联系 包括Contagion 叫传染 和Contagious 传染性 后面有两个词 一个叫Contagious 叫毗临的 TIG 也要接触 两个人一摸 这个接的过程 是不是毗临 叫接近的 所以Contingent 叫视情况而定的 TNG 也叫接触 Contingent 也叫可能性 Intact TACT 叫接触的 Intact 没有接触的 所以叫没有动过的 完整的 包括Tactics 它比较叫的战术 或者叫策略 Tangible TANG 叫接触 所以Tangible 可以接触的 叫可以触摸的 Intangible 当然就可以表示 不可以触摸的 感觉不到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T-A-I-N T-E-N 和T-I-N 它也表示 Tangent 叫接触 叫握住的意思 当它表示握住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样几个词 比如说Attain T-A-I-N 叫Hold 所以叫达到 包括Attainment Attainable 是吧 叫达到可以获得的 下面一个叫Maintain M-A-I-N 它叫做什么呀 手 Tang叫握住 所以用手握住 当然叫保持 包括Maintainment 下面Sustain 在底下Tang 在底下Tang叫什么呀 握住 叫支撑 包括Sustenance 下面一个单词叫Tenable 叫可以坚持的 T-A-N叫Hold Tenacity 叫坚忍不拔 T-A-N叫Hold 下一个单词叫Untenable Tenable叫做可以坚持 Untenable就是 不能坚持的 站不住脚的 下面Content 叫满意的 T-A-N-T 叫Hold 所以Discount 就是不满意的 Pertinent PR叫全 T-A-N叫Hold 全都能够hold得住 所以叫有关的 Impertinent 叫做不相关的 或叫鲁莽的 T-A-N的话 比较hold的时候 还要像这样一些单词 比如第一个单词Tenant 叫房客 Penancy 就比较叫做租赁 那肯定是租房子呀 Tenure T-A-N叫hold 所以比较你hold的时间 它叫任期 Detain 就不再hold了 叫拘留 Detain 其实这个词 如果你给它看成不 是吧 不再有这种权利 那就让你拘留 Pertain 让你去有一些权利 所以叫什么 叫适合属于 Continence T-A-N就叫hold 所以Continence 它所表示意 叫面容 叫表情 Retain 再次hold 所以叫保持 Retention 当然叫记忆力了 你能够保持的东西吗 Extinence 不再保持了 当然就表示 放弃和禁绝 Extinence 接下来看 T-N-D T-N-T-N-S 它叫stretch 叫拉的意思 当它表示拉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这样几个单 第一个单词叫tend 叫趋势 包括Tendency 叫倾向 Tend 或者叫trained 是吧 叫倾向 好 Attend 它表示去 拉 Intense 叫强烈的 Intention 叫紧张 包括Intensify 是吧 来叫强化 或者叫加强 下面Pretend 叫在前面拉 就假装 Pretend 那变成名词 就是你Pretention 叫借口 你假装的理由 包括Pretentious 叫自命不凡的 你不是叫我自负吗 下面一个单词 叫Distant DS 叫向四面八方 Tend 叫拉 所以Distant 叫扩大 或者叫扩张 下面单词 Content 叫斗争 T-N-D 叫拉 所以Content 叫斗争 接下来我们看 T-O-M 这个词根素 表示意义 叫切 当它表示切的时候 比如第一个单词 叫Adam 叫不能切 所以叫原子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原子这个词 Adam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看过一个动画片 叫铁壁阿童木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因为它是原子能驱动的机器人 所以那个阿童木 就是这个词 Atom Tom 切完了以后 就表示一圈一侧的东西 像epitome 在外面切出来的东西 叫摘药 是吧 下面单词叫 epitomize 也叫摘药 动词嘛 下面单词叫 Anatomy A-N-A 来自Animal T-O-M 叫切 所以切动物 当然叫解剖 下面单词叫 Anthropodomy Anthropodomy 叫人 T-O-M 叫切 所以切人的 叫人体解剖 T-U-R-B 这个词根叫 Stir 叫脚 当它表现脚的时候 是吧 它本身来自 Turb T-U-R-B 包括Turmon 叫漩涡 是吧 或者叫做混乱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有这样几个单 比如说Disturb 叫扰乱 对吧 Turb本身就表现脚 Disturb 也叫扰乱 所以T-U-R-B Turbulence 叫骚乱和稳乱 就很好理 包括Turbulent 叫狂暴 其实T-U-R-B 比较乱的是 咱们同学经常听到 比如说你知道 你的那个 开汽车的时候 有个东西叫涡轮增压 有一个Turbo 两个Turbo 就是T-U-R-B 好 T-U-R-B叫做漩涡 所以Turbit 叫浑浊的 包括Turbine 叫涡轮 T-U-R-B也叫脚 Perturb叫使烦恼 T-E-R 叫全 全都嚼起来 所以Perturb 包括Perturbative 叫不安的 好 这是我们说T-U-R-B 当它表示脚的时候 有这样几个词 接下来我们看 U-S-U-T 它比较叫使用的意思 当它比较使用的时候 我们说第一个单词 叫Usage 叫使用 是吧 好 第二个单词叫utilize 叫利用 Usual 是吧 都来自U-S 叫使用 包括unusual 通常不通常的 下面单词 Abuse Use 叫使用 Abuse 叫不用 叫滥用 Abusive 叫滥用 Disabuse Abuse 叫做滥用 Dis 叫不滥用 当然叫纠正 Missuse Use 要使用 那么Missuse 叫它不再使用了 当然就叫物用 Utility Utilize 叫使用 所以Utility 变成名词 叫有用 Utilitarian 叫功利主义的 那么这个词 什么叫功利主义的呢 就是所有事情 比如说现在整个社会 风气不太好 都向着前看 那么这个过程叫功利主义的 Utensile 叫器具 Ut 叫使用 Uzurp 叫做篡夺 是吧 它本身分成两个部分 Us 就是使用 是吧 RP 叫rape 叫强权 所以使用强权 叫篡夺 Uzurp VNT 这个词根 它所表现 叫com 叫来的意思 好 当它表来的时候 其实它原来来自venue 这个词 venue 就是场所的意思 叫place for event 它叫com 所以我们就会产生 像advent 叫到来和来临 包括adventure 叫冒险 adventures 冒险的 adventure 叫冒险家 venture 叫冒险 叫投机 Ven 叫来 所以venturesome 叫冒险的 对吧 下面conven Ven 叫来 所以大家一块来 叫召集 叫集合 convention 叫大会 叫协定 包括conventionality 叫常规和老套 event Ven 叫来 所以叫事件 eventful 叫重要的 或变故多的 eventure 叫最后的 event 叫事件 包括eventuality 叫可能性 vent 它叫来 所以event 叫快来 叫发明创造 包括inventive 叫创造性 conven 叫召集 包括convenience Ven 叫来 叫方便 revenue 往回来的 叫收入 avenue 叫用来走路的地方 叫大街 contraven 反着来 它叫违反 contraven covenant 叫什么 契约 是大家 共同执行的东西 interven inter 叫在里面 win 叫来 所以interven 它叫干涉 或叫干扰 inventory 叫详细目录 存货清单 同样 Ven 它也叫来的意思 所以它叫详细目录 存货清单 V-A-L V-A-L 这个词根 它本身来自 有三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叫valid 就有效的 第二叫strong 第三叫value 当它表示valid 是吧 有效的时候 或有用的时候 比如说avail 它叫有助 比如说 my daughter did not wail herself my advice 是吧 说我的 女儿并没有 什么呀 使用我的建议 所以avail叫有助语 是吧 好 所以avail of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什么呀 take the advantage of 叫利用的意思 这个是个短语 大家记一记 下一个单词 available 是吧 有价值的 包括invalid 没有价值的 就是没有 这个什么的 是吧 没有用 就病人嘛 invalidate 使他没有用 叫使无效 好 当它表示strong的时候 有这样几个字 比如说prevail 是吧 在前面就很strong 叫盛行 prevailing叫流行的 包括prevalent流行 后面还有像valid 它叫英勇 val 它叫做strong valient 叫勇敢的 第三个层面 它表示叫价值 当它表示价值的 比如第一个单词 叫valuable 叫有价值的 包括evaluate val 它叫价值 所以evaluate 叫评价 devaluate val 叫价值 所以devaluate 叫向下面 叫贬值 是吧 下面 under value under叫它在什么底下 value叫价值 所以叫低估 equivalent equi 叫平 val 叫价值 所以平的价值 当然叫等值 equivalent 叫相等 equo 叫相同 val叫价值 所以叫相等 invaluable val叫价值 in叫没有价值 所以这个词叫无价的 那同学说这个无价 到底是特别贵到无价 还是已经便宜到 没有价值 非常好 它所表示意思叫 非常昂贵的无价值 包括indispensable 它所表示意思就是不可或缺的 通过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 我们希望大家只要相信自己 最后这个单词是一定能够记住的 等等 你看到这个照片中有什么问题了吗 没错 这个词拼错了 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警告 如果你在背单词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拼写 否则的话 在考试的时候 特别在写作部分 会扣很严重的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